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再告知他僱用原因 個人認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一生中清白 只是有否被揭發而矣 如涉及政治相對立場者更是無辜 況且青少年犯罪大多是由社會教育 家庭教育及學府教育不足而引致 加上年幼無知觸犯法紀後 親友間極力排斥 多數機構亦不僱用 有否想及 會使他們無機會悔改及重過生生 是否間接成他們變成重要的織犯? 古人曾言人之初性本善 就算是窮兇極惡之劫犯 他做案後第一念 多數是交給他們父母妻兒 一些財物 在此點上證明他們天良美敏 假如能將此美敏善念培育 給他們安身的機會 再經過研究及新教之德行感染 既往不救 相信一般罪犯都會改變過來 後來證實所言不錯 據知曾經犯罪之跟隨者 現今以成家立業 做一個正當市民 他們更利用自己的經驗 去勸勉圈內人及下一代 但願社會賢達人者 對曾犯法者多加援手 對曾觸犯法紀的親友 請收起歧視的心境及眼神 你雖無犯罪紀錄 但並不代表你一生人是無救及清白 只是幸運而不被揭發而矣 現在每一城市 為了治安而支出了龐大的資源 假如能在此點上加以推廣 無論對社會 對人類都有很大悲憶 現在每一囚犯犯罪開支不是少數 加上對他們親人心靈上的影響 更無法估計 假如能影響一個罪犯更新的話 在因果法則下是功德無量的 你就算對他不能有所直接援手或幫助 但善意的鼓勵及政見的啟示 應該可以做到 假如犯罪者是你的親朋好友 更須加倍在意 他是啟發你善念擴展的逆行成就者